好 来看到国宝级艺人拖线9号是惊传逝世的消息 想其瘦90岁 那么根据了解拖线在吃完了晚餐之后 突然失去意识 送医后家属是决定放弃急救 而由儿子帮忙经营的牧场粉砖 也对外证实这项消息 9日晚间6点多左右 台东县消防局接获民众报案电话 表示在鹿野乡中华路的拖线牧场 有患者要送医 而在警消人员赶紧现场并实施急救后 家属决定放弃抢救 而经过证实该名患者便是国宝级艺人 拖线陈炳南 而家属也在脸书的粉丝专页上 贴出了拖线Bud的123字遗言 而消息一出令各界震惊不舍 首先感谢我们全国的朋友 对托刷把的支持跟爱护 托刷把很安详的就走了 在6点40分左右 对 非常感谢 托刷把他从最早的台语片 黑白电影 唱片 农逼秀 餐厅秀 做到现在的网络直播 大家还对他很关心很支持 那就他90岁了 还能获得这么多的支持 他也很心满意足 真的很感谢大家 拖线的儿子陈嘉诚也表示 爸爸还是希望能够葬在台东 并希望越低调越好 不要太麻烦大家 而儿子也指出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拖线牧场 让爸爸生前的心血能够延续下去 记者陈基林陆远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